那個字或許有說 但是秀慧就特別在意 台灣他怎麼可能 去刻意去罵人貶損什麼 乃哥現在多和哀可心 跟現在的你一樣 他整個 什麼話 你看看你看 徐乃玲楊秀慧鬧掰 曾國晨幫還家意外惹怒王偉中 你跟那個徐乃玲徐哥搭檔了很久了 徐乃玲不叫徐哥他叫乃哥 從台灣紅布上開始算嘛 至少在25年左右 天災中的生活之前爆發錄影爭議 楊秀慧控訴被主持人徐乃玲修錄 身為乃哥多年搭檔的曾國晨 等廣播節目也表達自己的看法 對呀 台灣他怎麼可能 去刻意去罵人貶損什麼 乃哥現在已經變很 乃哥現在多和哀可心 跟現在的你一樣 他整個 什麼話 因為乃哥現在很好相處 不過乃哥有時候講話就這個態度 就會啊 不要生氣 他沒有特別的意思 你要不要替那個乃哥 在這節目裡面幫乃哥道歉一下 我是家屬是不是 partner 我也在外面有時候人家說 呃 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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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家都說你好 我說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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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謙虛的 我幫他道歉 或許那個字 我們那個字或許有說 但是修惠就特別在意 其實修惠不是不能開玩笑的人 他也是在幫忙做效果的 所以一直以來都是 嫌棄他表現不好 或者說希望他在加油再努力 這都是我們在拼 拼戰的過程中 會有的語言嘛 修惠會解釋 人人好的 與人為善的 不 你也幫這個原廠 你剛才也原廠 原厂的非常好 没有在原厂 对表示安慰之一 表示安慰之一 因为她哭得跟泪人儿一样 泪人儿啊 我相信是误会一场 绝对是 全都不去的事情 要太在意